陈志愿发文告别偷偷散不住 可以说她的字体惨不忍睹 但陈志愿演技才是真枉道 陈志愿发文告别偷偷散不住 真的写了好多话呀 最后说姿态难看 打成备忘录了 嘿嘿 这真是一个充满真诚的告别 我非常喜欢陈志愿在剧中事业 断家许的表演 同时我也期待着陈志愿能够演绎出 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虽然字不好看没有关系 但最重要的是陈志愿的演技出色 她谦虚而不浮躁 认真转眼剧本 并且能够写出人物预知和小传 她一直以行动来证明自己 而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以下是陈志愿的字体 其实她的字体不能说难看 反而在小编看来还有那么一点可爱 只不过相比较于陈志愿的字体 她在偷偷藏不住中的表演 让我印象深刻 可以说她能够通过细腻的演技 将断家许这个角色塑造的十分立体而鲜活 无论是表情动作还是台词的处理 都展现出她对角色的真实理解和深入挖掘 她的眼睛让我产生共鸣 让我对断家许这个角色产生了深深的喜爱 不仅如此 我对断家许过来的表演更是充满期待 她的眼睛不仅是靠着外表 或者是靠形象来吸引观众 而是通过认真钻研剧本 深入思考角色内心世界来诠释人物 我相信陈志远在不同类型的节目中 都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因为她脚踏实地 用心对待每一个角色 虽然陈志远在发文中提到了自己自不好看的事实 但我认为这并不代表着她的演技有所不足 在演艺圈外表和自体美观 并不是平板一个演员能力的唯一标准 对于陈志远来说 她的才华和努力更为重要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舞台上演绎出了丰富多样的角色 陈志远不仅在角色塑造上下了很多功夫 她也非常注重与观众的互动 她会通过写人物日志和小传的方式 更好的理解和传达角色的情感和内心 这种努力让观众与她的角色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连接 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角色的魅力和情感 总的来说 陈志远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演员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我期待着她在未来 能够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出更多精神的表演 无论字体好看与否 最好的是她的眼睛和对角色的真实理解 陈志远一直都以行动证明自己 而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 陈志远真的在好好的努力 这几个月她经常上热搜 也让很多人知道我这个勤恳努力的少年 有一个她出道前参加选秀的片段 因为她的组特也成功出圈了 参加选秀的陈志远 唱着不怎么育儿的歌曲 被评为伊能金维吻喊停 伊能金问她除了唱歌还会什么 更值得她说会跳舞 参加了七天舞蹈集训 于是她确实跳出了宋承的宿亮舞蹈 毫无美感所言 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场面 必定少不了一顿尴尬和来自内心 地位很高的平稳的抨击 但是幸运的是陈志远遇到了伊能金 他们开始了这样一段对话 伊能金很温柔的对她说 如果我说你靠脸就能红 你会高兴吗 陈志远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做何回答 伊能金又说 你刚刚那个困惑的表情让我很感动 如果你的才华有一天超越你的长相 你才是真正最棒的一人 事实证明伊能金真的没有看错人 她的话也被陈志远深深的刻在了心里 虽然因为演职偶像团体出道 但她一直在证实自己能力的不足 在努力做好一个演员陈志远 对陈志远的了解 源于当时让自己沉迷的网剧 你好旧时光 看了之后忍不住去看了 男主张星成 女主李兰迪曾经拍的作品 在这之中看到了一部青春校园剧《秘果》 而这部剧也是陈志远出道以来拍摄的第一部剧 对于这部剧 陈志远在拍网之后并没有勇气去看 深深变的人一直在鼓励她 怂恿她 她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看了自己主演的制部剧 和自己预想的差不多 遗憾大于满意 但是她并没有气馁 毕竟刚刚踏上这条路 虽然有很多不足 但是她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好 她有很强的共情能力 面对每一个角色 不管大小 她能够让自己置身其中 而在共情之外 她会把剧本角色相关的书籍 以前的作品 动漫广播剧等等 都要看一遍 甚至看好几遍 让自己加深对人物的理解 就像她拍过的角色 绝代双胶中的小鱼儿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她看了六遍远著 写了四千次的人物小传 还写了六七千次的书品 并却进行了四次面试 而这已然成为她的工作模式 正如她自己所说 我不是天赋一饼的演员 我是需要靠这些工作 洗礼才有底 在一阶段里 她会疯狂的补充自己的乐片量 每天凑固看三到四部影片 分析角色人物 琢磨演技 琢磨不同了 便去请教同行的前辈 只要有机会 她都不会错过 向前辈交流学习 每次演绎的角色 都是她所真实的体验 《币国》里的段博文 青色 但是她很真实的 演绎了十七八岁男孩 该有的模样 鼠山战绩的与启温 仗义一日 用一声真情 守护唯一爱的女孩 阿格里的秘密的周思叶 勇敢的追逐梦想 像有树光 在那个灿烂的日子里绽放 绝对双脚的小鱼儿 古灵金怪 无依无后的她 在最险恶的环境里 依然坚守着心底的善良 像小太阳一样 照亮着正义的前方 而在最近热播剧 偷偷藏不住中 陈真远再次摔出了新高度 她所饰演的 在其细腻温柔 和赵不思配合默契 互动有趣 真的上人越看越上头 如今的陈真远 正值一个演员的黄金金 为了她也是火力全开 一口气为大家安排了 这么多部新作 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一 朗军不如意 主演陈真远吴轩宜 狮子巡 王露琴 该剧讲述了大夏国奇葩公主 一炸样子的嫁给了双面朗军奎木狼 从而现扯出一段 体笑皆非的奇幻爱情故事 陈真远在剧中 饰演了画兽族大王 夜晚和白天 会两种不同的面貌诗人 无论是温润如意的李雄 还是黑化后的葵木狼 陈真远的造型 都没有让人失望 吴轩宜 在剧中饰演了 天真可爱的大夏国公主 很难处从互相抵制 到成为欢喜巧缘家 相当期待 两个人首次合作 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二仙剑旗下转四 主演陈真远 居景一 毛子军 毛小慧 该剧讲述了 韩灵莎 云天和 刘孟林 和慕容子英 在寻仙的旅途中 卷入人摇两界的纷争 四人在种种逆境中 为拯救苍生 竭尽所能 不现了一段传奇佳话 该剧投资 高达三亿人民币 制作精良 阵容演员强大 陈真远和居景一的颜值 有目共睹 此外 该剧还有 毛子军 毛小慧 汪朵 陈楚河 等剧男美女家王 其他还是一部 重新景点之作 三 烽火流金 主演谈剑次 陈真远 李弘毅 该剧讲述了 安定侯 顾云 遗落民间的四皇子 长庚 为实现报复 奋力前行 抵御外敌 清除击病 实现山河一角 四海清平的盛世 在本剧中 谈剑次所饰演的顾云 陈真远 饰演长庚 李弘毅 谁言谁异 三男主的设定 可谓是格外泄金 请看剧中 就已经狠狠心动了 剧中还引入了 蒸汽朋克的概念 加入了钢铁机甲等元素 即便删除远珠的感情线 也是一部 标新立异的作品 希望早日开播 四 清三行 主演杨子 林更新 陈哲月 宣言 该剧讲述 黄紫霞 为了家族灭门案 陈渊照选 协助魁王 吕淑白 携手并进 屡破其案 扫尽朝堂无垢的故事 陈哲月 在本剧 饰演的宇璇 五官清秀 与女主 黄紫霞 是青梅竹马 虽然因为某位男主的分支 导致该剧 一度搁浅 但随着领更新的空降 本剧再一次 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 希望是宠白和补拍 而不是智能换脸 五 爱意与黎明 主演陈哲月 行非 逆远 该剧讲述了建国初期 一位青年警察 与一位景言丰富的老特工 联手合作 以及外间谍 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 陈哲月 主演的首部 敌战剧 他将实验 擅长追踪 却欲不得知的 林哨白 后来在老特工 陆正眼的调教下 实现了人生对变 此外 该剧还有王志文 李大红 孙岩 冯冰等十礼拜加盟 颇具爆款体制 陈哲月也在 正青春的孙月里 努力靠近 自己梦想中的模样 朝着自己心中的方向 为了他所有的 爱的家人 和爱他的人们 他一直在奔跑着 奋力的奔跑着